你知道上一届光明之子是谁吗 他和龙浩尘比谁的天赋更强呢 众所周知在骑士升殿中 只要先天内灵力达到90以上 就会被称为光明之子 龙浩尘的内灵力正是高达97 要知道他决于审判神硬骑士龙星宇 他的先天内灵力只有73 就已经算是很强的天赋了 在龙浩尘之前 其实还有这一位光明之子 他就是伊莱克斯 作为辉煌连带的光明之子 伊莱克斯的天赋可以说比龙浩尘还要强 他的那灵力高达98 在他15岁时 就成为了全大陆最年轻的六阶天才 比同时期的龙浩尘更加妖孽 之后伊莱克斯也替国出战 在三大帝国举办的天才之战中 他更是一举夺得了冠军 还遇到了爱人弗洛 结果因为贪了他身上的龟甲术 弗洛也背叛了他 还害得他被满门操掌 之后的伊莱克斯因为怨恨抬身 从光明之子堕落成了死灵圣法神 在龙浩尘被魔神皇风秀杀死后 圣采儿为了复活他 决定通过极其艰难的永恒之塔考验 还甘愿牺牲自己 他们俩的爱情也彻底打动了伊莱克斯 最后的伊莱克斯 用储存了千年的光明之力 来帮圣采儿重塑永恒之心 在收采儿为徒弟后 伊莱克斯也把死灵圣法神的传承交给了他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伊莱克斯如果没有堕落的话 他能够击杀魔神皇风秀吗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